今次的主題是講到靈界的存在,證明耶穌是真神 這個主題我們不是任何人都跟祂說的 為什麼呢?因為有些人根本對人有沒有興趣,有沒有接觸 我們不需要跟祂說的 雖然客觀地可以當作一個主題 但是通常人們真的有受騷擾 或者是他認識有人被騷擾 我們用這個主題 雖然這個可以證明有神的其中一個證據 就是告訴人們,真的有靈界的存在 有靈界的存在,就看到有黑暗的靈界 有神的屬靈的境界 有邪靈的屬靈境界,證明有真神 這是可以有一個客觀的方法 不過因為有些人很害怕聽到這些東西 有些人很害怕的 我們說的時候也不用嚇人 但是有些人真的被這些搞妖的時候 他很想得到釋放的 所以我們這次的主題 第一就是幫助那些有困擾的人 第二就是幫助那些人 只是想認識客觀有些什麼證據證明神是真實的 第一點我所說就是 犯你信靠和遵從神的人 有權兵勝過任何邪靈 所以我們基督徒是不用怕的 我們不用怕任何靈界的勢力 因為耶穌已經賜給我們權兵 是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是勝過受到一切的能力 所以基督徒是不需要害怕 有些基督徒就說 我都是不夠資格的 我不夠膽為人趕邪靈 當然趕邪靈是應該受過訓練的 但其實任何基督徒 沒有訓練都可以趕邪靈的 只要生命沒有破口 沒有破口就可以趕邪靈的了 但是的而確是 有些人因為他罪 所以他不適合趕邪靈 但我們其實有這個權力 如果我們活在神的裡面 跟從神我們是不需要怕邪靈的 盧家福音十章十九節我一起讀 我已經給你們權兵 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有勝過受敵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甚麽能害你們 這裡講到 神已經給我們權兵 踐踏蛇和蝶子 因為後面那裡講的是仇敵 在聖經講到仇敵 是講到魔鬼和邪靈 是我們有權兵踐邪靈 這裡所講的蛇和蝶子 就是講到邪靈 有勝過受敵一切的能力 他任何的能力都不用怕 斷會有甚麽能害你們 沒有一樣是能夠害你們的 即是說我們能夠 踐踏 下面有寫著 踐踏邪靈 勝過邪靈的能力 和邪靈 就座降頭或者人 都不能夠害我們 因為神會保守祝福 但我也想講 有時有些人很喜歡講 攻擊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經常都說 我今天家裡又吵架又攻擊了 又發燒又攻擊了 有很多人將任何困難都汗為攻擊 就覺得是魔鬼攻擊 其實聖經說了 我們和神有好的關係 我們處理生命的時候 是魔鬼無權並攻擊 就算魔鬼會做一些事的時候 都是神許可才行的 譬如寶羅 他是有根刺 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擊 他聖經是這樣說的 但是他求主的時候 主就說我的恩典救你用 所以他是不害怕的 有什麼事發生都不害怕的 這一點就很重要 就是就算有什麼事發生都不害怕 而他沒有權兵做任何事 除非神容許 如果神容許的事 是不會爛了神的計劃的 很重要一點 就是神在每個人有奇妙計劃 他不會因為邪靈的緣故 結果這個人本來神要大大使用他 結果他就塌了 什麼都做不到 不會的 魔鬼是做不到的 但是人的罪可以 人的罪可以叫他失去神的恩典 叫他發揮不了 所以我們經常都有信心 我親近神處理生命 我跟神關係好 是沒有邪靈 或者任何人能夠攻擊 所以我自己覺得 那些說話 經常都說攻擊 是令到人缺乏信心的 經常都害怕 我今天又發燒 我今天又不舒服 我又無法上班 我又感染新冠 死了 是否邪靈攻擊 有些人很多時候都會害怕 其實我們在神裡面 我們不需要害怕任何的 人家說什麼攻擊 我們都不需要害怕 有些基督徒會這樣說 有什麼後果呢 就令到有很多人 經常都沒有信心 而且他們很害怕 很害怕去宣教和和人趕邪靈 他說 你和人趕邪靈 魔鬼就攻擊你 因為你攻擊魔鬼 魔鬼就攻擊你 但是耶穌說 如果不是捆綁這個壯士 沒有人能夠搶奪他的事 所以耶穌已經捆綁壯士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懼怕的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我認識有些人 他經常都說攻擊 令到有些人缺乏信心 所以希望第一點大家相信 第二就是信的人 是有神跡可以趕鬼的 在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節 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命可以趕鬼 邪靈是不能夠勝過我們 有些人很害怕 糟了他這麼大的能力 我害怕他 趕邪靈的時候 有時候那些彰顯是可以很厲害的 有時候喊得很大聲 有時候會踢 有時候會發瘋 但是是因為這個人 這個人被邪靈控制 他又不聽完耶穌說 邪靈又要趕邪靈走 但邪靈又不想走 所以拔著他 所以就會有這個掙扎 但如果這個人肯聽耶穌說 肯信靠耶穌的恩典 所以很多時候我跟他趕邪靈 我說你相信神會趕邪靈 他相信的時候 奉耶穌名趕邪靈 那些邪靈就很快出來 有些人很難 就因為他 他依然有罪 在罪中 他擔心 他不相信 那些邪靈會不容易走 而事實上 有很多時候 說邪靈是不容易的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被情緒影響 我以前認識一個人 我去到他家裡 跟他家裡有三個人 這個媽媽 跟他兩個女兒 其實有一個傳道人 這個傳道人就請我去他的教會 不是教會 他的教友是一個教友的家 因為這個教友經常都有邪靈搞妖 他們牧師也去了 這個是一個傳統教會 不過他們又接受聖靈工作 我去到 首先為這個媽媽祈禱 她是即時有邪靈的張建 是很厲害的 但是 她不肯 饒恕她的丈夫 雖然我跟她說邪靈 遲些邪靈又回來 並且我很多年之後 回到頭 找回她 她也是被邪靈搞妖 所以這件事就是 她的罪 她不肯放手 引致她繼續被邪靈攻擊 所以我們的心裡如果有不搖樹 有憤怒 有任何的污衛 有任何不好的東西 都可以被邪靈攻擊 我們就說 因為聖經有講到 撒旦要偷竊殺害偉圍 這個賊來偷竊殺害偉圍 所以我們就不要被任何負面情緒影響 譬如有個人罵我 或者你家人經常罵你的 是他的問題 但是我們罵他 我們發怒 我們可以被邪靈攻擊 所以我們就不要去罵他 即是說 我們的心平穩安靜放手 不要緊他 他害不到我的 我就不受他的影響了 而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經文的目的是什麼 用神跡隨著 證實所存的道 你看看到我的這個 看到的 神跡的目的是什麼 以及搜案病人病言 就必好 就是神跡隨著 證實所存的道 就是要來證實我們所存的道 神跡的目的 不只是為了神跡 是為了證實神的話語 叫人相信耶穌 和遵從耶穌 好了 聖經說 不相信耶穌的人 在魔鬼的權勢之下 很多人就不相信這件事 他好人好者 又關心人 又幫人 又做很多慈善 有什麼可能有邪靈的勢力呢 他不是一定被邪靈充滿 邪靈充滿和影響 是兩回事 邪靈充滿就是 他的言語、行為、思想 是可以受邪靈的控制 如何控制呢 他可以叫祈禱跟著說耶穌 他不能說耶穌的名字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另外有些人明明想做這件事 但是他做不到的 他要令到他做另外的事 甚至聽到邪靈跟他說 你跳樓吧 你跳樓 你就快點去到極樂世界了 你就脫離現在的苦海 真的有邪靈會跟人這樣說話 這個就是 他的思想 去到一個被邪靈控制的情況 這個就是邪靈 很大可能就是邪靈附體 邪靈附體我們怎樣測試呢 就是跟他祈禱的時候 他直接有身體的彰顯 有身體的彰顯 有個很常見的就是會吐 會不舒服 心口頂住 那些或者是靜點 喊 這些都是邪靈附體 另外就是邪靈影響 其實所有不信耶穌人 都是被邪靈影響的 我們看這個經文 《以弗所書》二章一節一起讀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他叫你們活過來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勃逆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這也說到在貝易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邪靈在那些 不聽神的話的人 心中運行的 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你當時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在在貝易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即是當時來說 他們都是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邪靈 即是你們當時 以前你們在其中行事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都是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這個首領就是 在不信的人心中運行的邪靈 即是我們未信耶穌的時候 其實是被邪靈控制的 首先我們要說 邪靈控制 不一定那些人會罵人、打人、犯法 不一定的 有時他可以做很多善事 但一個不信耶穌的人 就是他會敵黨神 他不會信靠神 他未必正面敵黨 但他不肯信耶穌 他總是不肯給耶穌掌管 總是自己掌管 這樣的時候他會被邪靈 影響 有些是影響 有些是充滿 好了 未信的時候邪靈在他心中 到他信的時候 他是不是聽完耶穌的話 而完全拒絕聖靈 這一點很重要 以前我們個個都是被邪靈影響的 信主的時候 是不是完全拒絕邪靈的影響 完全聽完耶穌的話呢 我們很多人都是 信了耶穌之後 仍然說謊 仍然生氣人 不如恕人 仍然沒有親近神的心 沒有尊重神的心 其實很多人說信耶穌 其實生命裡面 仍然是很多被魔鬼影響的地方 所以 有一個重點就是 有些人說 為何有些基督徒都有邪靈呢 其實這一點 有很多人就說信耶穌 耶穌掌管 那便沒有理由邪靈在這裡 但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他不是耶穌掌管 他是自己掌管 自己掌管 就是被邪靈影響了 所以當一個人信耶穌的時候 他聽完耶穌話 邪靈就再影響不到他 但如果他不聽耶穌話的時候 他心中一樣可以有邪靈的影響 很簡單一個例子 有否見過基督徒吵架 在教會吵架 敵黨教會 或者是離婚 犯奸淫 有婚愛情 有否聽過 或者有些基督徒說 不用那麼熱心的 不用那麼愛耶穌的 我們都會聽到這些事情 即是說他不是真的聽完耶穌話 所以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生命裡有任何破口 都可以讓魔鬼留地步 都可以繼續被邪靈影響 如果我們完全聽完耶穌話 邪靈就不能夠影響我們了 下面就講到基督徒 先說 不信的人會被邪靈影響 而信的時候 他不是完全被神掌管 他一樣可以被邪靈影響 好了 信耶穌之後 可不可以被邪靈影響 這個 馬太16章23節 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 彼得叫耶穌 不要去等十字架 耶穌就轉過來對彼得說 撒旦退我後面去吧 因為你伴我腳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他直接就 跟彼得說撒旦 彼得不是撒旦 是他裡面透過他說話的邪靈 即是他被邪靈影響 所以當時耶穌說千萬不要去 按照人來說 他是好人 他體貼人的意思 他體貼耶穌肉身的需要 但他不體貼神的意思 這樣的時候 他是一樣被邪靈影響 所以當時耶穌說 撒旦退我後面去吧 所以這裏我紅色那裏寫著 基督徒可以給魔鬼影響和使用 以及聖經講的說話 都是跟我們說要抵擋魔鬼的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以弗所書四章27節 雅各書四章7節 沒有要抵擋魔鬼 即是說不抵擋他 以及讓魔鬼留地步 他就會來偷竊殺害鬼位 其實我們見過很多教會破裂 分裂 我們見過基督徒犯監隱 或者我們見過甚至有時 牧者都有犯監隱 引致教會分裂 這些就是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們知道 真是會發生的 而聖經是講到犯罪被魔鬼留地步 在《以弗所書》四章26到28節 我們看上下文就看得到 被魔鬼留地步是講到犯罪的 一起讀一下 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露到日落 也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 上文下文都講到不要犯罪 不要犯罪 生氣卻必要犯罪 不要含露到日落 然後跟著說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然後偷竊的不要再偷 所以上下文都講到 一些做錯的 現在不要再犯罪 犯罪的不要再犯罪 要聽耶穌說 然後跟著中間說一句 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就是說我們犯罪的時候 就被魔鬼 放了一隻腳進來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呢 就講到有個人在一個帳幕裏面 他又在裡面睡覺 一隻駱駝在外面就很冷 他見到駱駝這麼冷 就讓駱駝伸一隻腳進來 腳可以暖一下 駱駝伸一隻腳進來之後 開始覺得 我外面還是很冷 就越伸越多了 越伸越多 後來他就整隻駱駝進來 把主人踢了出來 這個故事是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被魔鬼進來 他慢慢把耶穌趕走 把我們生命完全拿走 所以我們基督徒留意自己 我們是不是變成很世俗化呢 對於神的事不關心 覺得事奉神是人家的事 不關我們的事 聖經很清楚說 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這些人要進入 為了魔鬼和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面去 很嚴重的警告 將恩賜埋藏的 就要趕到外面 黑暗裡面 在那裡哀哭撤恥 這也是趕到地獄裡面 所以我們知道 聖經說的話 我們不要拒絕 因為我們拒絕的時候 我們就被魔鬼留地步 而魔鬼來到 是不會做好事的 一定不會做好事 有些人說這樣 中國人有些人說 鬼有些是善一些 有些是惡一些 有些惡一些 有些惡一些 就令你很嚴重 但那些善一些 你可以跟他做朋友 他就會幫你的 其實這是謊 魔鬼是不會有好 邪靈不會有好 他好像善一些 他好像沒有那麼霸道 沒有那麼令到人發瘋發狂 但是其實他慢慢令到這個人 慢慢不知不覺跟從了魔鬼 而盜察來做什麼 偷竊殺害偉懷 那偷什麼呢 偷就是說你本身有的 偷了去 我們有的什麼呢 健康 我們的前途 家庭 我們和神的關係 我想問大家 哪一樣東西可以偷了去 沒有問題的 就算我們認為最少的東西 頭髮偷了去 都不是 不是容易過的 如果再多些 偷了手指 最小的手指尾 手指尾沒有了 都是很不方便的 我們身體任何部分 沒有了 都是有問題的 其實我們任何東西 被人偷了都是不行的 但如果再偷更加重要的東西 譬如健康被魔鬼偷了 真的有些人 他們犯罪 跟從魔鬼 家裡有很多 不同的病和癌症 那為什麼魔鬼會做到這件事 因為魔鬼會破壞你的身體 它在裡面認到我們的運作是不健康的 所以有很多人被邪靈影響 都是有這個情況 其實在網上 現在有很多影片 尤其在台灣的 GOOD TV GOOD TV 那些是普通話的 但有中文字幕的 有講到很多不同的人 他們的不同的經歷 有很多是講到普通生活 家庭有問題 然後信耶穌得到祝福 但也有很多是講到邪靈的影響 有些人 邪靈跟他講 他說你就是死到慘得不得了 他聽到很害怕 他去拜 怎知道他收到的聲音 是很害怕的 他說你一定會死的 他很害怕 後來他堅決信耶穌 結果把邪靈都趕走了 魔鬼來偷竊 其實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家庭有問題 前途有問題 整個人都破裂了 我們神是會祝福的 還有殺害 真的靈魂殺了 落地獄是很慘的 毀壞 所有建立的全部毀壞 但耶穌來是叫人得 封聖的生命 你有封聖的生命 你怎知道你有封聖的生命 你活得開心 平安有力量 有方向 有果子 有祝福人 神喜悦的 這個就是封聖生命 但很多基督徒就說 哎呀 我都是做不到什麼的了 我都是沒什麼用的了 做也不行 這個就是魔鬼的謊 很多人都信了 不行 我是不行的 當他信的時候 他真的做不到 他沒有信心 一定做不到 一定是信靠耶穌 我可以給神使用 反而他得更多 他覺得他 有些人這樣的心態 但是我回教堂 我只聽到 最重要是我去天堂 我臨有侍奉 不要緊的 他以為這樣 他得到很多東西 但其實 他是被魔鬼偷竊 令到他的生命不封聖 他的生命會軟弱 更加多問題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跟從耶穌的人 侍奉神的人 神就叫他 今生得百倍 來實得永生 有封聖生命 你看看你的生命 是不是封聖 你就問求神 幫助我有封聖的生命 好 接著我講講 人不同的方法 經歷邪靈 第一 拜偶像多 或者行 有些宗教儀式 其實 做過一些宗教儀式 譬如契觀音 契王大仙 或者在廟裡做過什麼儀式 都是要奉耶穌命斬斷這些關係 奉耶穌命趕逐這些邪靈 我試過那時候 在我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在教會我就講 因為我聽到 那些契了觀音 那些就要去趕邪靈 我就跟那些教友講 我說如果你中間契了觀音 契了皇大仙 契了什麼偶像都好 是需要做釋放祈禱 當時有個年輕人 他很熱心的 但是當我們為他祈禱的時候 他直接刨敲好像獅子一樣 不過可惜那時候 我是未曾有攝錄機 他就 不斷好像獅子敲嬌 還有手指在地上 不斷刮 刮到手指甲 全部都黑了 是很失控 很失控 即是說 原來他裡面 是有邪靈的工作 其實一個人 他契了皇大仙 或者他在罪中 都可以被邪靈一路影響 他們可以被邪靈攪搖 譬如邪靈的聲音 鬼窄 睡覺的時候 發夢 經常有鬼搞 以及不能動 那些科學家 就說 這個就是 你的腦還沒醒 所以 你的人就醒了 不過身體還沒醒 腦醒了 身體還沒醒 所以你動不了 但是 有很明顯的情況 就是有些人感覺 好像頸被人摸 摸著頸 有些情況 甚至有些人 是覺得被強姦都有 比邪靈的影響 是有不同的程度 即是說 邪靈攪搖的程度 可以有不同的程度 即是說 有很多人做這些 即是扮偶像 行這些儀式的時候 他可以被邪靈攪搖 鬼窄 即是 睡覺有邪靈攪搖 壓住他 不能動 或者聽到邪靈的聲音 有很多人都聽到 你沒用 你愚蠢 有些人說 我講一句話 聽聖經講一句話 跟著邪靈又講另一句 就抵擋他 或者說 你現在跳樓 你死了 你沒用 這些聲音 都是從魔鬼而來的 或者在夢中被邪靈壓迫 或者追打 這些都是邪靈的影響 如果他持續有 即不是一次偶然間的機會 而是他不一定持續 即不是每個星期都有 總之他 即是他繼續都有這個情況 譬如有兩三次以上 他已經是有邪靈的影響 另外就是有些人打坐 靈魂出竅 就見到邪靈在周圍 有些人就跟著 繼續被邪靈影響 英文的影片比較多 這方面的 因為英文有很多人 參與了一種活動 叫做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就是一種冥想 他們覺得很好 他們覺得很平安 很平靜 不過當人冥想的時候 是有危險性的 有一個人叫張佳欽 張佳欽以前 他去了美國 以前 去了美國讀書 讀書的時候 讀一科 就是天文學 就是一個印度教的人 教 但這個印度教的人 是非常之沉悶 可能說話很慢 很悶很悶 悶到全部學生走光 只剩下他一個 每個學生都不再上課了 他一個上課 這個老師就開始跟他講印度教 他說你跟我去打坐 他去打坐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個錄音帶 很久之前有 我都將其中一部分 摺錄了 做了一個影片出來 放了上網 他打坐的時候 開始發覺他靈魂出竅 他又跟其他人一起打坐 他就開始 開始就震 他們的解釋就是 這個就是 你以前的業障 現在走出來 有些人就說 他們又震 你們祈禱又震 有什麼分別呢 分別就是 聖靈來到 是叫人愛耶穌 跟從耶穌 遵從耶穌 處理生命 離開罪 是聖結的 是美善的 為什麼會有類似的經歷 有一個原因 因為 邪靈從哪裡來呢 是墮落的天使 天使從哪裡來呢 是神做的 所以他跟聖靈是有類似的地方 他有不類似的地方 就是他在罪中 他是破壞人 傷害人的 他類似的地方 他一樣會影響人 好像聖靈影響 即是會身體搖動 震動 或者是 有魔鬼的謊言都有過 有些聖靈的工作他都有的 不過他的結果是沉淪 是破壞性的 他就看到那些人一邊 震動 然後 後來就靜了 靜了 靜了什麼呢 他說 原來他們全都出去了 出去了 他們覺得很好 靈魂出竅 進入另一個境界 不過他們就開始說 就整天見到一些邪靈搞妖他們 那些邪靈 整天來就 張家英說 就跟他做一些奸淫的事情 污衛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那他就開始覺得奇怪 他就問那個師父 他說 為什麼我打仗 我想好 為什麼那些邪靈搞妖 做這些事情 那師父說 不如你去印度 印度那裡是很厲害的 你去印度你會超脫這些一切 這些事情就不再搞了你 於是他就決定去印度 他在美國去印度之前回來香港 回來香港就見到一個同學 小學同學 他說什麼人不見都要見這個小學同學 而當時張家英回來 是穿了那些袍子 即是那些冥想的人的袍子 就找他的同學 他就跟這個同學說他打坐的經歷 他說他有影響人的力量 他說他可以在靈裡面影響某些人 想他們做些什麼 他們跟著會做的 好了 接著 那個同學又跟他說 這個同學信了耶穌 還在神浪院讀著 即是兩個緣從不同的路 他還笑他同學 你就是翻鬼佬師姑 我就是印度教師姑 但他的同學就說 不是 耶穌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他聽完這句話 他就很憤怒 他又覺得不是的 說到他唯一 唯一可以你才可以 我要證明你是錯的 他就走到圖書館去找 誰知道越穩 越發覺是越真 那麼他就 他一樣每天打坐 他打坐 甚至他爸爸說 你打坐 晚上的時候 我看到你後面有光 你真的要做佛了 他跟他說 你真的要做佛 因為你後面有光 那麼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其實他當時 在美國也有人拜他做師父 因為他很厲害 好了 當他很厲害的時候 他就忽然間有一次 他想到耶穌 他就說耶穌 一說耶穌 那些邪靈就走 他說你們不用走 我不是相信耶穌 我只是說一聲 然後第二次打坐 又是這樣 又是說一次耶穌 他就走 第三次又是 他就開始說 耶穌真的這麼厲害 他就開始覺得有問題 即是他相信的可能有問題 他就打電話給那個 想打電話給那個同學 誰知道還沒打 那個同學就馬上打來 這個神一告訴他 你以為你想做的 我已經知道你做什麼 我先過你 接著打給他 就跟他談 接著他就去神學院 就被人趕邪靈 清理了他裡面的邪靈 張家音現在就是一個宣教機構的負責人 他以前是有這些經歷的 這個就是打坐結果被邪靈攪搖 其實在網上我見過有不同的影片 都有人說到 就看到有些邪靈攪搖 即是說這個世界真的有邪靈的存在 這個我們可以向人說 就是這個世界的而且確是有靈界的存在 有邪靈也有神的靈界 但是神的是尾線的 邪靈的是邪惡的 那你跟誰呢 而很多這些人就說到他們見到邪靈攪搖他 並且是想殺害他 叫他自殺 有些人就 譬如他打坐之後被邪靈攪搖 另外第三就是接觸有邪靈的人 譬如接觸道教的師父 其實這些人我們全部都要小心 茅山師父 姬童 姬童不是同性戀的姬童 這個不是同性戀 這個是扶姬 就是在一些廟裡 有些廟裡他們就會邪靈上身 邪靈上身 他有時會用一些沙 就在那裡畫字 姬童的影片網上有的 即是你不怕你可以上網看 你看的意思就是知道他們的運作 你會看到那個姬童 上了身之後 是這樣搖的 但跟我們是不同的 你看到是沒有平安的 是受控制的 並且他們會做一些奇怪的事 然後後來總之就是 有些這樣的人後來又信了耶穌 即是有些人接觸靈界和神打 文米 占卜看相風水 和尚 有真和尚和假和尚 那些假和尚 那些假和尚穿著袍子 拿個盒子和你給錢 那些是假和尚 有些是真和尚 真和尚一定要打坐 打坐一定會看到邪靈 那時候有一個人跟我說 因為和尚自己不會放在網上 但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和尚打坐 周時就會見到赤裸的女人 那些邪靈來引誘他 他們也會有這些邪靈的經歷 或是在廟中負責的人 或是在魔鬼教的人 這些都是不同的 接觸靈界的人 所以我們這些人要小心 以及知道這些是不好的 但是耶穌是勝過這一切 我們不用怕的 好了 第四就是有些不信耶穌的人 臨離開世界之前 見到赤裸搞妖他們 我曾經有一個人 在夢中被火燒 他臨到死的時候 這個就是以前我幫過的人 他就說我老爺臨死 現在整天發夢有火燒 在醫院整天都說火燒 他就叫我去和他祈禱 然後祈禱就平安 就信主 他信主 就沒有再見到火燒了 這個人是道教的 是重要的人物 因為他為道教起廟 他有很多錢 他就為道教起廟 但是他的太太當時也不肯相信 但是後來 他的丈夫離開之後 後來他的身體不好 這個教友又叫我去找他 我為他的太太祈禱 我便問他 祈禱過得怎麼樣? 他很舒服 他已經離開香港 由他第一次祈禱 到我最後一次 在香港仍然為他祈禱 他每次都說很舒服 身體更加平安舒服 所以他又相信耶穌 兩人都是道教很重要的人物 有些人臨死 我聽過有些人 邪禱經常搞要 這是真實的事情 亦都讓我們知道 原來靈界是這麼真實的 有些人長期被一些影響 例如罪、憎恨、淫亂、負面思想、情緒、自卑、煩惱 那些人低沉 是可以被邪寧攻擊的 我試過有人想我去青山精神病院 就為一個人祈禱 當我那次進入青山精神病院 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當我走入那道門 它是自動門的 我一走進去的時候 我忘記了自動門 還是門開了 是沒有門的 但我一走進去的時候 是好像碰到一個隱形的力量 我感覺到那種力量 接著我走進去 我就為那個人祈禱 他又趕邪靈 他有精神病又有邪靈 他有個朋友說 可不可以為他祈禱? 好啊好啊 他又是有邪靈 其實邪靈和精神病 很常常是孖公仔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情緒病 很容易有邪靈入侵 他有邪靈入侵 也很容易有情緒病 所以很多人是兩樣都有的 而邪靈怎樣分辨呢? 就是為他祈禱的時候 聖年充滿的時候 他會有邪靈的彰顯 會害怕 會有身體反應 會想作嘔 會有力量在裡面 我試過為人祈禱 有些整個頸、頭、頭、頭 整個臉都紅了 或者總之裡面有些力量在走 但我們有耶穌是不用怕的 第六 這是從經驗 有些人接觸剛死的不信 耶穌的人可以帶來邪靈 因為非基督徒剛死去的時候 邪靈會來拿他的靈魂 將他帶去地獄 接觸他的身可以帶來邪靈 我本身是有接觸過兩個人 在這個情況之下 惹到邪靈的 第一個就是 我以前在外國有一個西人 我跟他祈禱去經歷聖靈 後來他告訴我 我裡面有邪靈的 我跟他講邪靈 真的有邪靈 跟他講完之後 他就告訴我 為何有邪靈呢 他說當我在以前 在年輕的時候 他就跟一些比較犯法的人 就是容易犯法的人 偷了別人的電單車 那條路是沒有路燈的 當那條路有一部分有營有月光 但另外有些樹遮住沒有月光 他們就拿著兩個電單車 在路上駕駛 而他自己去到那刻 他自己都不敢去 因為怕撞車 他就回頭 但他的朋友就不是 他就衝進去那些樹林裡 結果後來兩輛車相撞 即時死亡人 那他做甚麼呢 他就去抱著那個朋友 因為他死了 明明之後才生 現在死了 他一抱著 他就立即失去之覺 即是立即失去之覺 那晚他就看到邪靈 然後開始有邪靈搞妖 那解釋 我覺得就是因為那個朋友死的時候 是有邪靈入侵 邪靈來把他的靈魂帶去 不是天堂 是地獄 所以邪靈搞妖她 另外一個我認識的人 就是這樣的 我跟他說邪靈 他就經常都有邪靈的情況 為什麼呢 他說他小時候 跟他的妹妹 兩個跌了進魚塘 他妹妹淹死 他差不多淹死 被人救出來 也有可能因為他妹妹淹死 邪靈走來拿他妹妹的靈魂的時候 也走去他身上 所以他就有邪靈的彰顯都幾強 後來要經過一段時間釋放 他因為裡面的情緒 令到邪靈難走 不是神的能力不夠 是因為他的情緒問題 但是後來都清光了 我們知道這些一切 但是邪靈是真實的 所以知道神是真實的 為什麼呢 這個世界不可能是邪靈做出來的 這個世界是有邪靈的 為什麼邪靈不可能做到這個世界 這麼單純可愛的寶寶 甚至動物 其實動物都是很可愛的 我看一套 我也在群組裡傳出來的 說到那些狗 沒有見過主人 一段時間後來主人出現 哇 興奮到不得了 真的很興奮 很興奮 很開心 為什麼會這麼開心 因為神做的動物 都是很像神一樣 有這麼喜歡和人的關係 很有感情 所以他會這麼興奮的回應 也都是神跟我們有這麼興奮的回應 所以我們都可以學神 對神有興奮的回應 這個世界裡面 神做的事其實都是很美善的 很漂亮的 動物都是很可愛的 邪靈不會做這麼有趣的事 邪靈做的事是很醜惡的 怎麼會做那些動物 這麼有愛心 這麼厲害的體貼人 他真的會照顧他的主人 曾經有人這樣說 他養了一隻豬 但他和這個豬 我不知道他怎樣養 總之豬是和他有感情的 他就 不知道是心臟病 因為什麼 暈倒了 一隻豬走到街上 躺在路中心 那些人走來 他就帶那個人回家 讓他看到他的主人躺在地上 連一隻豬也有 我在網上看到不僅是狗、豬 我也有 他看到主人 哇!他們兩個翼 神氣地跑去主人 被人抱著他 獅子、老虎都有 原來這麼多動物都是有感情的 邪靈是不會做這些東西出來的 所以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美善 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這麼多好美的風景 是沒有可能邪靈做出來的 所以一定是有一位創造真神 並且我們奉耶穌宗明可以講邪靈 證明耶穌才是真神 那些玩的基童、問米、蝶仙那些人 他們是不會接觸基督徒的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見證 我有一個攝錄了見證 他就是有一個人 他家裡喜歡問米的 但他信耶穌 那些問米的人來到家裡 總是不靈 後來他知道原來有個基督徒在 即他們知道有基督徒是不靈的 還有他們那些人 即是做基童、神打那些 有基督徒在場 他們就不會做這些 其實他們應該知道耶穌才是真神 但他們因為為了他們利益的緣故 所以他們不肯相信耶穌 這些都是證明耶穌是真神 勝過這一切的邪靈 我們是不需要害怕 並且我們越有神的能力 就越不害怕邪靈 我自己一點都不害怕邪靈 我試過有一次 在我以前的教堂 有一個年輕人進來 他進來就說 這裏很乾淨 我說什麽這麽乾淨 沒有那些東西 即是沒有邪靈 我說你見到邪靈嗎 是的我經常都見到 我經常都有隻跟著我 我說我跟著你那隻在哪裏 他在門口說不進我 我說好 我走去看看 我走去 一走去 他說不用走得這麽快 他就馬上走了 我說路上都見到 我說是的 我就出去 他說遠處有一隻 我走去 一走就走去 原來邪靈怕我們 我試過有人跟他祈禱 就硬了 我看著他眼 奉耶穌明吩咐的邪靈出來 他立刻很害怕 他不斷大聲叫 他就告訴我 他不是害怕我 他是害怕 他裡面有一種很大的懼怕 因為邪靈懼懼怕 所以我不怕邪靈的 有時我試過去宣教 我只是講到 那些人就有邪靈的彰顯 讓我看到神是真實 邪靈也是真實 但耶穌是勝過邪靈的 講邪靈的方法 很重要的是 從神的關係 第一 真心信靠耶穌做救主 和全心跟從和遵從神 很重要的 在罪中一定會被邪靈攻擊 我們試過有一次 跟一班人開小組 就想不到有邪靈彰顯 於是我就看著那個邪靈彰顯的人 很凶惡 我看著他的眼 就是我先說那個 他的妹妹淹死的那個 我看著他 奉耶穌明吩咐邪靈走 我一看 他就說 他立刻轉頭 他就看著另一個人 那個人嚇到 立刻反彈 立刻跌到梳化上 因為我們是小組 用梳化來坐 後來我們問他 為什麼你當時會看著他 因為邪靈知道誰犯罪 所以他會攻擊他 所以我們趕邪靈一定是處理生命 有些人說 我不趕邪靈就不用處理生命 但其實這就是被魔鬼攻擊的 我們很重要的是事事 聽同神是最蒙福的 整個生命得福的 處理生命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你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會有時間輔導你的 第二 處理生命中各樣的問題 罪 負面思想情緒 不遙數 被人影響 很多人的問題 很多事就是跟人有關 接受不到人 生氣人 被人氣 這些都是會影響的 要需要處理 第三 建立同神親愛的關 用長時間讚美愛慕神 讓神的同在加強 就是學習愛慕神 時事都有神強烈的同作 一祈禱就馬上有 這就是聖年充滿 我在聚會的最後部分 都會有聖年充滿的祈禱時間 第四 奉耶穌的命 趕逐邪靈 趕的時候很重要 就是深信我們 深信我們 信靠神、親近神 遵從神 處理生命 邪靈一定要離開 趕邪靈的時候 不要故意 為什麼趕逐也不離開 不用的 很信心 很有信心 並且不用怕 又不用叫 有些人很喜歡叫 叫得很厲害 如果長期趕邪靈 那聲音一定會生 其實不用的 因為邪靈不是聽你沙啞的大聲喊 而是 我相信耶穌祝福 耶穌一定和我一起 試過一次我在宣教 中間 講完道 中間空蕩 一定有人找我祈禱 很多時候都會 我就為了一個人祈禱 其其他他有邪靈彰顯 旁邊的人就說 你是不是跟他趕邪靈 我說他有邪靈彰顯應該是 他說為什麼你沒有說 奉耶穌命趕邪靈 我說其實 當我們愛慕神 神的同在 便會趕邪靈 雖然我都會奉耶穌命趕邪靈 但不用每次都說一句 愛慕神 讚美神 唱詩歌 邪靈都會走 所以 所以我們就是深信 整天都深信 神聖過一切 我不用怕邪靈 那真的邪靈就會回應 就會離開 好了 稍後就會有 呼音聖查經的討論問題 就是用這個主題 如何幫人信耶穌 例如說 你有沒有聽過人被邪靈攪搖 或是鬼閹 這個時候讀鬼閹 不過我們通常廣東話當然是鬼窄 你有沒有聽過人被邪靈攪搖 發夢見鬼 鬼窄 你有沒有聽過 用這個作為一個 一個聊天的話題 你聽到覺得怎樣 你有沒有聽過 他只是回答有 又沒有 你聽完覺得怎樣 這就是一個發揮性的回答 第二 以法所書二章二節 又說 不信耶穌的人 在心中都有邪靈 不是每個不信的人都被邪靈充滿 但是每個不信的人都被邪靈影響和控制 這個是解釋 不是問他問題 但是你可以問他 你相不相信 不信耶穌的人 是否被邪靈影響 在罪中 第三 你有沒有聽過奉耶穌命可以趕邪靈 他可能聽過有 沒有 你問他 這是思想的問題 你覺得可不可信 你覺得是否真的 為什麼你覺得可信 或者不可信 如果他覺得可信 他應該知道耶穌很厲害 耶穌可以趕邪靈 也值得我們相信 如果他說我不信 我們問問他為什麼你不信 這些問題我都傳給你們 第四 奉耶穌命流 趕走任何宗教帶來的邪靈 這個證明什麼 答案在這裡寫了 但他未必懂得回答這些 證明這些宗教不是出於真神 而是出於邪靈 也都證明聖經的神 是創造天地的神 和證明我們親近 和遵從神 就勝過一切的邪靈 證明耶穌是天地萬米的真神 我們親近祂遵從祂 就能夠趕一切的邪靈 可能他未必相信 但我們引導他明白 為什麼那些異教的人 那些文米、占卜、基童 為什麼他們怕基督徒在這裡呢 就是因為他們那些邪靈 是不頂得信耶穌的聖靈 聖靈的同在 看到耶穌是不是神 就讓他們思想了 其實他也很難想到方法 如何回應 他最多說我不信 這是真還是假 我們可以在網上看 有些趕邪靈的影片 我也有趕邪靈的影片 在網上 你找趕邪靈 而牧師就有了 第五 你想不想信靠耶穌做救主 讓你能夠勝過一切邪靈 並且以後不再怕邪靈呢 有什麼難阻你信耶穌呢 既然邪靈是真的 神是真的 那你信邪的那些是真的神呢 由第六 馬福音十六章十七節 就說信的人哪有神職除著 就是奉耶穌的名 趕邪靈 你覺得你信耶穌 有沒有可能趕邪靈 他未信 你覺得你有沒有可能趕邪靈呢 他說沒有了 不行了 聖經說有的 你真的 你信耶穌真的有的 我試過有一個人 他是吸毒的 他又對耶穌信少少 又不是全信 又不是跟從那種 但是他呢 他說耶穌很厲害的 他試過有人有邪靈 他又奉耶穌和他趕邪靈 他真的趕邪靈 他未必趕得清 他真的趕邪靈 所以他就知道耶穌是真的 而且他是吸毒的 我向他祈禱 我問他有什麼經歷 他說很舒服 你祈禱比吸毒更舒服 吸毒會舒服 但是我祈禱整個人舒服 輕飄飄很鬆 其實有不同的人 那時候我打球 有個打Bang球的人 他見到我就叫他為他祈禱 我最重要是你相信耶穌 但是他祈禱真的覺得舒服 覺得平安 那你想要趕邪靈 你想要信耶穌 你想要靠耶穌聖過邪靈 好了 建立靈命 如果他是信耶穌的 我們建立靈命 也可以用以上的題目 加上以下的問題 你有沒有聽過人被邪靈搞妖 你聽到覺得怎樣 因為有些基督徒不相信有邪靈這回事 他覺得耶穌時才有 聖經才有 現在沒有了 第二 你有沒有聽過基督徒被邪靈搞妖 你覺得基督徒為什麼會被邪靈搞妖 有些他不相信 那你說 邪靈真的有些基督徒 他相信耶穌 但是他被邪靈搞妖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有罪 或者他以前拜偶像 以前一直被邪靈影響 但是他沒有脫離那些邪靈 第三 不信耶穌的人在心中都有邪靈運行 信耶穌之後 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聽了話呢 先說到 不信的人都是信服這個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在撥益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那些基督徒是不是信耶穌 都立即聽耶穌說 完全放下魔鬼的影響 其實不是的 所以 這樣的時候 會不會有邪靈的影響 或者搞妖呢 還有好像比德 耶穌會直接說 撒旦退我後面去吧 就看到基督徒都可以被邪靈影響 或者他看到有時候 那些基督徒真的很不愛主 犯罪很嚴重 都是被邪靈影響的 那什麼基督徒有這種可能性呢 然後跟著耶穌所書 四整二六節 犯罪可以被魔鬼留地捕 然後就問他 基督徒犯罪會不會被邪靈影響呢 好的 我們的討論問題是這麼多 大家已經傳了 我可以再傳一次 或者有人幫我傳一次 把之前那個傳一次 Rachel幫我傳一次 之前有那個群組傳了 好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一下 求主賜給我們信心 大家有沒有信心 我們勝過邪靈啊 有 有沒有人怕邪靈啊 沒有 OK 好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依靠耶穌 親近耶穌 深信神的大能 親近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全能的神 創造天地的神 魔鬼是撥憶的天使 雖然他的能力是大 但是他是在耶穌的腳下 我們都有權並踐踏蛇和蝶子 有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毫有什麼能害我們 所以我們完全不需要害怕 我們都可以奉耶穌命趕鬼 所以我們一點都不需要害怕 主耶穌幫助我們聽完你話 離開一切的罪 所有的負面的東西 所有在我們心中有的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情緒 所有的罪 所有的心中的憤恨不饒恕 求主幫助我們 承認我們的罪 求主耶穌卸面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的一切的罪 結淨我們的靈魂 求主耶穌更新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全然聽你的話 遵從你的吩咐 不要做又惡又懶的仆人 是真是事常 結出果子出來的 是耶穌所起的 耶穌就歡喜 就會稱讚我們 就會祝福我們 主耶穌多謝讚美你 多謝讚美你 我奉耶穌明斬斷一切 我們中間有人曾經拜過的偶像 我們奉耶穌明斬斷和這些邪靈的關係 我斬斷和關閉的邪靈的關係 我斬斷和觀音的邪靈的關係 我斬斷和黃大仙的邪靈的關係 我斬斷和道教的邪靈的關係 我斬斷和佛教的邪靈的關係 我斩断任何 我在秒中参与的活动 带来的邪灵的关系 我奉耶稣的名都斩断这关系 我单单信靠耶稣 所有邪灵都要离开 奉耶稣的圣明 我们跟着耶稣 我们遵从耶稣 奉耶稣的名 所有邪灵离开 耶稣是得胜的 主耶稣是得胜的 哈利路亚 耶稣是得胜的王 得胜的主 任何在人心中的邪灵都要离开 奉耶稣的名 所有黑暗的权势都要离开 我们是得胜有余的 耶稣已经胜过邪灵 胜过魔鬼一切的作为 我们不需要惧怕 耶稣必然祝福我们的 耶稣必然祝福凡信靠耶稣的人 主耶稣帮助我们 全心爱你 全心依靠你 靠着耶稣得胜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耶稣是得胜的 我奉耶稣的名 吩咐里面任何有邪灵的都要离开 大家可以吹 用口吹出来 就想着 那些邪灵你要离开 奉耶稣明 我吩咐 任何有 仍然在影响着 有弟兄姐妹的 这些邪灵都要离开 不可以再留在这里 我奉耶稣明 吩咐所有黑暗的权势都要离开 让耶稣是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 让耶稣 减减我们的生命 将一切的邪灵 一切的污蔚 一切黑暗权势都要赶走 让我们得以自由 得以轻松 平安 有力量 有喜乐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是得胜的 耶稣是王 耶稣是主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耶稣洁减我们的里面 所有邪灵都要离开 感谢耶稣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荣耀归给你 我们全心爱你 遵从你 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门 好 继续黑门眼 有没有哪个人呢 你正在祈祷的时候 又觉得有 有什么顶着 里面有些力量 在搅拗你 你举高手 我们知道 我们会继续帮助你 OK 好 自己帮自己 说都可以的 你可以持续这样做的 不过 因为 你本身的生命 就是因为有些破口 所以会有邪灵的搅拗 所以这个 都是需要我们去帮你 让你处理生命 那你就会 即逐步会赶出来 OK 我们都会留意那些 有影响的人 我们会继续帮助的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我们都会留意那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